人体的膝关节在我们医学上被称为 尤其我们骨科医生知道 膝关节是我们人体下肢最大的一个承重关节 而且最复杂 它不像其他别的关节 我们的关节在运动分成的模式 一种叫丘窝关节 就像我们的宽关节 它是一个头加一个碗 然后周围有一些肉之后 它就可以能自由地活动 那么膝关节 实际上它是一个像 在力学方面像一个四连杆的结构 它不是一个丘窝 它是一个区部关节 同时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 里边有很多韧带引导的一种运动模式 它是一个ili胜石的研究 它是一个主打区的解释 它是一个水管用的 然后再一面 有什么用的 有一个水管用的 那是柔道具 泳道具 它是杆火晶的